油炸的我不吃 冰冷的东西我不吃 烧烤的东西我不吃 然后那个贝壳类的东西我不吃 那种螃蟹啦 要那种要麻烦的东西我是不会吃的 你是嫌他麻烦 不是嫌他不健康 我嫌他麻烦 但是我也不太爱吃 那还有那种内脏东西 我是从来都不碰的 听起来很健康 很健康对不对 对啊 那为什么 对 我也不知道 检查出来呢 就是给你大肠息肉 喝的呢 喝的我对不起 会不会爱喝什么饮料啊 我只喝咖啡 然后现在因为有点鼓松 我连咖啡都戒了 我只喝温开水 够健康了吧 你能够皮肤那么好 结果这样还检查出息肉 十二颗息肉 我惊呆了 十二颗 四年以内 四年 可是我之前是十年前没有检查 我是之后四年前回来检查 是十二颗 十二颗 然后医生就问我 你吃了什么 我说我就告诉他 我什么都不吃啊 我就很简单啊 我连淀粉甜点我都不吃 因为妈妈有糖尿病 爸爸有高血压 其实我一直都很怕遗传 所以我这十年来 我的饮食都很控制 结果还是有十二颗息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没说 医生说 有可能是遗传 有可能是家族遗传 其实有些风险因子 大家想的 长不长息肉 它是一个天秤上两边的全痕 你说我风险不高 我炸的也不吃 我烤的也不吃 我甜点不吃 内脏也不吃 内脏也不吃 对 螃蟹也不吃 对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 可能你没有特别去考虑到的 第一个问题是说 在所有用氯消毒国家 像台湾 所有的大肠癌都会高起来 用什么消毒 氯 用氯气消毒四海水 所以理论上喝的水 或洗澡的水 最好把氯掉 因为这个东西会增加大肠癌 那这个大家很少 连洗澡都要氯掉 因为洗澡的水 它会从 尤其很多人用 連噴头喷发 那也有很多女生 喜欢洗美容枣 一洗 超热的水 一起洗半个钟头 维生素D可以抑制茶叶 像你们长得很白的女生 大概都不怎么晒太阳 对 你们其实出去也是全面防晒 三重防晒 对 全面防晒三重防晒 像你这样的这个脸色 去抽维生素D 大概都会掉到十以下 那维生素D 用来抑制大肠癌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在研究里面 叶酸 维他命V6 都可以抑制大肠癌 所以我不曉得 像我个人是 會每天吃B群 我想很多原因的人 太忙 他不见得有这个好的习惯 那我第一 考虑到我的工作 跟你们很类似 就是说不见天日 早上出门的时候 他还没起来 回家的时候 他已经回家了 所以我也晒不到太阳 所以我其实是 第一次靠补充的 你看 还好给你吃了 吃三颗 其实吃维他命 是最简单的方式 我分给他 那个也是脸色惨白的 我就分他吃一颗 可是B群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吃一颗B群 你就可以真的 维持一整天的体力 是真的B群很重要 还有呢 还有B3 没有 它不但是提供体力 其实在研究里面 包括叶酸 这些B族的这些维他命 它有效的可以降低 像大肠癌症癌症的机会 它会降低到一半 脾气本来是比较急 比较暴躁一点 因此在这一年 贪狼化剂的状况之下 要小心什么呢 雪光之灾 换句话说 出门意外啦 开车啦 各方面 乃至不要去路见不平等等 晚上不要吃宵夜 吃太晚啦 就是多小心一下 这方面的事情